开门 老娘要涨房租 房东 去年才涨的房租 怎么今年又涨 谁让咱们小区也就换了送小区呢 你们合租的也是19号楼2202 我们在上海打拼也很不容易 一个基本的住所不应该成为一种奢侈品 全国都在涨房租 难道就我不能涨 爱租不租 不租就赶紧卷破开走人 房东 我们租你的房子也快有一年了 今天想跟你说这事情 暂时不会涨房租的 我还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房东 那就好 我们下个月要退房了 你们确定不继续租了 确定 明天我就要带人来看房子 要搬的话就早点收拾 租前租后 翻点比翻数百块 现在租房和一切完全不同 冷暖自知房东从不关心 租房一年 我一共就收到过房东的四次短信 还是每季度准时一条 小夏你好 我是房东 夏季度房租 交费日已过 抓紧而拜 小夏你好 我是房东 五月十二日 该交夏季度的房租了拜 小夏你好 我是房东 八月后还继续租房吗 如租就该续交房租了拜 昨日好 我是房东 快到交房租的日期了 有空记得叫拜 房东无情 黑中介更是可恶至极 记得那一年我刚刚来上海 到处找租房 那时候中介对我 是笑脸相应 可是当我 快要退房的时候 就找各种理由 扣我的押金 我又何尝不是 还必须我自己找到夏家租客 不然就不让我退 大碗为了扣我的押金 就说房子住脏了 家具电器门墙哪儿都有问题 总之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黑中介良心何在 看到了吗 永远不要低估黑中介的无耻程度 你一旦租房 退房必定淡堂 可是欢乐送很美好啊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是吗 现实生活中的租房 根本不知道邻居是谁 小区住上快一年了 面都没碰过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在现代这个社会 根本不会拐用 所以说中国人是保守的 只喜欢跟熟人打交道 对待陌生的邻居都很谨慎 这才是现实版中国式租房 恭喜你盖得到了 更多搞笑视频 搜索虚度8 每周更新